燕窝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啊 买燕窝到底是不是采雷呢 燕窝啊 你当饮料没有问题啊 你当大补的补品 那就是智商税 当然了 之前那个卖糖水的呀 那是税中税啊 燕窝是什么呢 一小撮羽苑和金丝燕 用口水催出来的窝 知道了有没有用啊 这玩意儿营养价值呢 那确实是有的 蛋白质含量很高 但是啊 都2020年了 我们探测机都上月球了 你想吃点蛋白质 哪不能吃啊 鸡鸭鱼肉蛋 加些海瓜子 排排坐等着你雨露君瞻呢 一定要雨露君瞻 这古代人 当燕窝是稀罕玩意儿 一是文化程度不高 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义无教育 二呢 条件不好 吃不到太多东西啊 对不对 还有啊 很多商家宣传的燕窝最大的营销噱头 号称资英埔阳 延年益寿的唾液酸 事实证 只要你是个正常人 身体自己就可以生产这玩意儿 根本不需要补啊 这还只是利用信息不对称 做了虚假宣传的 造假的那可是缺了大德了 这燕窝造假呢 也不是现在才有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 据说在那个时候 有过一款爆款的燕窝产品 火爆程度媲美性的排队 才能买到的奶茶 结果大家吃了几十年之后 发现这是什么玩儿啊 糖精兑水 这还算好的 吃不死人 还有更过分 听说过血燕 燕窝为什么会变成血色的呢 因为自然当中的化学反应变色 结果到了商家那儿 好家伙呀 硬说是人燕子脆脱脉脆脱血了 这样才能卖得更贵 一听到卖得更贵呀 很多造假的就不困了 拿什么染色剂 亚硝酸盐 甚至燕子粪 给普通的燕窝 硬生生熏出颜色来 当成血燕窝高价卖掉 这可怜顾客们呢 花了大钱 以为是公里帝皇的待遇 其实呢 是村头大黄的待遇 尤其是亚硝酸盐呢 这是什么 半克重 三克致命 12年的时候就曾经有曝光过 假血燕事件 那个时候那些产品 亚硝酸盐 严重超标 你说收智商税也就算了 还要取你性命 敲骨惜碎 莫过于此啊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可问题是偏偏很多人 就对这个上头 燕窝卖的那叫一个字 贵 去年呢 整体市场规模 达到了300亿左右 年轻人贡献过半 25到34岁 消费者占比51.95% 18到24岁 也有9点几啊 也就是说 从00后到85后 占了六成 那估计燕窝自己都没想到啊 他在东南亚 那就是路边小吃 几块钱的饮料 到我们这儿呢 好家伙 一下子燕子变凤凰啊 这小姐姐们呢 估计也没想到 以为日淡燕窝一死碗 不辞常做小仙女 其实啊 很可能中金属中毒啊 你哥赶紧告诉嫂子去啊 哈哈哈哈 我不敢